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心理学研地 这一周以来 大部分的新闻都与美国的大明星演员 Wall Smith有关 因为在3月27日 也就是上周日的晚上 在奥斯卡颁发典礼上 他听了喜剧演员主持人Christ Rock 对他夫人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然后他走上台狠狠地打了Christ Rock一个耳光 他的这一几栋震惊了所有的观众 不只是现场的观众 而且包括在全世界各地观看奥斯卡颁发奖的观众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Wall Smith为什么会犯了这样一个大的错误 那当时的他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的方式 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呢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明白我下面的分析 我借用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Daniel Segal的Hand Model of Brain 中文叫手的模式 以大脑之间的关系来分析Wall Smith的行为 Dr. Daniel Segal 他用拳头来比喻我们的大脑 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大脑的基本结构 以及大脑的运作与我们情绪之间的关系 Dr. Daniel Segal 把拳头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代表我们大脑的神经皮层 当中有前而业 也就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 他帮助我们认识事物 判断事物 学习语言 做正确的决定 如果您想知道前而业的功能 请看以前的视频 蓝色的部分 是我们终老的一个部分 它是管理和表达我们情绪的一个区域 红色的部分 是我们老干的一个部分 其中有一个叫杏仁和 是我们几千年的祖先 遗传给我们的盐祖的老干 他是管我们最基本生成的状态 比如说他会警告你 你现在正处于危险的状态 根据Dr.Daniel Segal的理论 当你的手握成一个拳头的时候 你的四根指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 把蓝色和红色的部分遮住了 它称为狮围帽 当这个狮围帽盖上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稳定的 那你的前爷儿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 可以帮助你分析事物 判断做最好的决定 当老干你的信任盒 监测到危险的信号时 他就开始做好战斗逃跑的准备 当危险信号到了最大的时候 失为帽就会掉下来 这时你的前而业就不能很好的工作 会导致你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张图片的左边是当我们被外界的压力所干扰 红色的信任盒开始启动 从而引起情绪上的变化 导致焦虑、恐惧、愤怒的表现 这时的失为帽已经不再了 右边的图示表明当失为帽戴上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是平静的 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 可以冷静的考虑问题 现在我回过头来分析Will Smith的行为 当他听到Christ Rock对他的夫人 开了一个不礼貌的玩笑时 他的心里已经开始不高兴 这时他头脑里的信任盒 而McDonald已经开始探测到危险性 然后看见他夫人很惊讶的表情后 他的信任盒已经上升到战斗逃跑的状态 也就是他的失为帽已经掉了下来 他不能及时冷静的分析当时的情况 由冲动代替了明智的决定 所以他忍不住上台打了Christ Rock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主持人Christ Rock的所表现的行为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Christ Rock没有同理心 所以他才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但是当他被Will Smith打了一个耳光后 他却保持冷静的态度 继续主持发奖大会 当警察问他要不要Press Charge 也就是说把Will Smith带走 他说不需要 这表明他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一直是保持冷静的态度 知道怎么样不让他的失为帽掉下来 我认为这是他明智的一点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 喜记演员主持人Christ Rock 到底开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玩笑 在这之前 我们应该对Will Smith的夫人Jada Smith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Jada Smith在2018年因为患了脱发症以后 他就把他的头发剃得光光的 我想当时的Christ Rock可能是为了讨好Jada Smith 他就对Jada Smith开玩笑说 啊 你可以去拍GI Jan的第二部片子呢 我已经等不及了 没有看过GI Jan的影片的话 是不会明白为什么Christ Rock会开这样的一个玩笑 GI Jan这部影片是描述美国的第一位海军特种旅兵 他客户了种种困难 终于通过了难度最大的特种兵训练 这位礼宾为了减少麻烦 把他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跟男士兵一样 这部片子当时很轰动一时 所以Christ Rock开了这个玩笑 把Jada Smith比喻成那个礼宾这样的话 这个玩笑确实开得有一点重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有关Jada Smith的短片 看他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脱发症 在短片里Jada Smith虽然对他的脱发很无赖 但是他很开朗 用阳光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新闻的战略 新闻的战略 这个是会有点多艰难 所以我认识我只会分享 所以你不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你知道妈妈是把一些斑马上放在那里 那是会让我给你个小胸 所以 Pinkett Smith说 她不想让 fans想想想 她是一种银专业的脸 她是在写上的瓶剧 在写中的写语 我说我爱她 通过用Dr. Daniel Segal的Hand Model来分析Will Smith的行为 让我们学到在紧急重要的时刻需要保持冷静的态度 如果Will Smith当时能够控制他的情绪 保持他的思维帽不掉下来 那他将会像以前一样很受人们的尊重 这个夜中美国电影协会将会决定 是否把他所获得的奥斯卡的最佳表演奖的头衔拿回去 如果一旦发生 我想Will Smith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点赞小铃铛订阅我的视频啦 谢谢,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小铅